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第十名 王武 王武原名王正义 自子斌 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五 加上为人以大刀使用最强 因此号称大刀王武 王武之所以富有盛名 因为他富有豪侠精神 在国难当头之际 他挺身而出 并且参与了后来的戊戌变法 后来义和团兴起之后 王武又加入义和团之中 手持一把大刀 杀了许多洋人和侵略者 可惜后来却因为被小人告密 王武为了不连累家人 只好离开亲友之身就义 追随自己敬爱的谭四彤等人而去 他的武术功力在当时跟燕子李三 或袁甲等人齐名 可惜为人所知的实战圣迹较少 故而排在此列 第九名 杜新武 杜新武 人称南北大侠 道号斗米关军士 是中国著名的武术家 被万赖称称为自然门的第二代宗师 也是清末时的革命党员 曾担任宋教人 孙中山先生等人的保镖 因为他身材瘦靴 被称为侠谷 在日本留学时 曾经飞腿打败相扑 又被称为神腿 他在日本的时候 曾经飞腿打败日本相扑选手 而且在武术方面十分博学 被称之为南北大侠 南北两派武术 杜新武都十分精通 第八名 海川 董海川出生于1797年 一生精于拳术 修习拳术长法超过50年 双拳早已有如铁打 硬弓和技巧都十分了得 有着掌坯石墨 贴墙画等等绝技 是八卦掌一流的极大成者 而他与另一位武术大师杨璐缠的比武 更是精彩万分 最终打了个平手 为武术界所熟之 第七名 黄飞鸿 黄飞鸿之名 想必大家都已经相当熟悉 他六岁就开始习武 到了十三岁就已经达成 有铁线拳 无银角 拂虎拳等等绝技 是南派武林当中 最年轻的一代宗师 他纵横武林几十年 先少碰到对手 而黄飞鸿最大的贡献 在于他教授出来了梁宽 林世荣 莫桂兰等等知名弟子 极大程度地推动了 我国武术的发展 第六名 霍元甲 霍元甲与黄飞鸿齐名 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武术宗师 霍元甲出生于1868年 习武术十载 有着浓浓的爱国之心 1901年 彼时我国刚刚被八国联军所践踏 沙俄一立誓 就跑到街上宣扬 并且辱骂中国人为东亚病夫 结果霍元甲站了出来之后 他就慌忙登报道歉 并且向霍元甲赔罪 在1909年的时候 又有奥皮音 再次登出东亚病夫一排 结果霍元甲扬言要与其比武之时 他也如同俄国立誓一般逃走 足见霍元甲之威名 此外霍元甲还创办了金武体育会 推动了中国武术发展 可惜最后却遭日本人下毒 死时年年仅42岁 第五名 王子平 王子平出生于1881年 年少时就参加了义和团 本人精通八级拳 龙拳剑等等功夫 在战场上颇有战绩 1919年 世界第一大历史俄国人康泰尔 跑到中央公园开擂台 言语之中对中国人多有轻蔑 王子平立即登台 虽身形体格明显不如康泰尔 但依然当众将之击败 之后又接连挫败四方搏击力士马智尼 阿拉曼 沙利文等等 真正意义上撞我国威 第四名 燕子李三 燕子李三直到今天 依然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他名叫李云龙 但并非是亮剑里的意大利炮李云龙 而是清末飞贼李云龙 因为在家中排行第三 而且一身轻功极其了得 跑起来仿佛燕子一样轻盈 因此得名燕子李三 燕子李三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侠盗 他常常劫富济贫 甚至还偷过段祺瑞 梁洪志 潘富等民国知名人物的府邸 偷完之后还会留下白纸叠成的纸条 表示自己来过 作案机十年从未被抓住 而到来的财物 进阶分配给了穷苦人家 是近代最接近侠客形象的武术大师 第三名 韩木侠 这是当年合获原甲同乡 并齐名的大师 武林大师张湛奎弟子 解放前黄埔军校首席国术教官 击败无数外籍高手 打死天津擂台俄国大力士 其孙韩建中 现任中国公安大学格斗教授 电影《武林至李东方旭》的原型就是他 北京的六国饭店 与一位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教授 在天津开武馆 1916年前后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并投身革命事业 为了强身健体 他拜明杨晶晶的拳师 韩木侠为师 学拳练武 韩木侠当时以教武为生 最擅长行义八卦 除在南开任教外 还在家里设武馆授徒传译 第二名 郭云申早年学习八级拳和行义拳 整整学了12年才出师 因为为人仗义 在打抱不平的时候 杀了人被关进了牢里 但即使在牢里 他依然苦练武功 因为双脚受到铁靠的限制 致使他只能迈出半步 结果他硬生生创造了自己的拳法 半步崩拳 出狱之后 郭云申靠着早年学习的记忆 和自创的半步崩拳 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还曾经一个人对战五名壮汉 让这五名壮汉 手持木棍抵住其父 结果郭云申一转腰发力 五名壮汉 居然生生被退出仪仗之远 第一名 孙露唐 郭云申大师的徒孙 孙是太极拳创始人 近代江湖上有活猴和武神之称号 年轻时的拳法 注重击打效应 晚年偏向养生 1921年 孙露唐车轮战战胜六名日本武士 两年后 日本天皇亲定的日本第一高手版原义雄来华挑战孙露唐 被年过花甲的孙露唐击败 后日本花重金两万 聘亲孙露唐赴日本教学 孙露唐当即说道 莫说二万 即二十万亿不叫日人 民族气节让人钦佩 以上介绍的十位武术家是清莫民初在中国武学领域上 成就最杰出的十位代表人物 此外像晚清和民国时期武林泰斗杨陆禅 李洛能 宋麦伦 吴宇湘 刘奇兰 车义斋 李毅施 王兰亭 尹福 成廷华 李存义 宋世荣 李瑞东 马贵 李富珍 耿济善 张兆东 梁振璞 王茂斋 唐维璐 吴建全 翁宝田 好温光 不学宽 同中义 黄博年 宋浮辰 傅建秋 张之江 霍电阁 薛滇 杨承 陈发科 马凤图 郑左平 田兆林 朱国福 孙存周 高震东 马英图 郑淮贤 等武术家 也对武术文化的推动 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堪称武林中的一代宗师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您心中的十大高手是谁呢 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